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這要吃個蒜丁的好辣醫師團 你是否發現自己經常 三天一小病 五天一大病呢 今天的醫師好辣要來告訴你 哪些時期最容易讓疾病入侵喔 三萬一人又遇過哪些疾病呢 當我們身體健康的時候 磁場特別強 火力特別旺 就像有盾牌防護者 可以抵擋外來的疾病 可是當你身體虛弱的時候 哪些時期的時候呢 那個疾病特別入侵 今天醫師要特別來告訴大家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現在就是 你現在就被攻擊了 我現在就被攻擊了 最近急診就是 大家有看新聞那個急診那個爆滿 然後家戶非常多排不進去 所以病人在急著一大堆 其實我沒有那麼痛 但是我就是燒瞎了 我覺得你還是急早感染好了 好嚴重喔 為什麼 那邊就是要準備離婚那種臉這樣 很生氣 就是說你自己講 那男生很不舒服 他心跳很快 然後發高燒 然後就是說 我下面那邊有 對 然後其實通常 炮枕不太會發燒 所以我說那你到那個 某一床 兔子拖下來我看 就真的 在他的外陰部 屁股 真的是有一堆的炮枕 就是水泡 然後有一些已經開始結痂了 然後他炮枕可能發的比較厲害 所以他旁邊還有整個 紅熱腫痛 像瘋窩性主治癌這樣子 哇這麼嚴重喔 對 可是啊 我就說對這個真的是炮枕 然後他太太就更生氣 但是很奇怪喔 他的炮枕只長一邊 你把他中線分開喔 他只有在右邊喔 他左邊完全沒有 所以他比較像是 代狀性炮枕 而且他的分部喔 看起來就是一條 某一條神經的分部位置這樣 那代狀性炮枕 其實就是我們的水痘病毒 那他就 他不會完全殺光 殺乾淨喔 他會存在我們的神經節裡面 你免疫力差的時候 他就跑出來了 對 所以我們就幫這個 因為這個男生他有 有合併那個瘋窩性主治癌發高燒 所以我們就幫他抽血 就發現哇 他白血球也很高 而且他貧血 所以我們就驗了一下大便 就大便真的有前血反應喔 所以在急診 就先排了一個胃鏡 結果胃鏡沒事 那我們就住院 給他治療那個瘋窩性主治癌 那炮枕病毒就是靠他的抵抗力 我們搭配一些抗病毒的藥 但主要還是靠他的抵抗力 我們就排住院 就排住院的時候 也就給他進食 然後就去做那個大腸鏡 結果大腸鏡發現 他居然是 再回去問他 你最近有什麼不一樣嗎 他就說 是有啦 我大便是沒有看到有血 也沒有什麼黑大便 或紅大便 但是我的大小便 有時候會便秘 有時候大便出來的時候 他變得很細 然後大不乾淨的感覺 結果這個時候 他太太本來一開始很生氣 以為他先生得性病 那這個時候他覺得很內疚 都沒有關心到先生 他們就開始面對大腸癌 來去治療大腸癌這個問題 所以就人在抵抗力低下的時候 有一些刺激性的感染 就會跑出來 像那個胚爪 就是帶狀性炮展 就是一個常見的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 帶狀性炮展的時候 都要想這個病人 是不是太累了 抵抗力太差了 壓力太大 還是他有什麼東西 讓他免疫力低下 比如說癌症 糖尿病 洗腎 這些等等的 免疫力下降一般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免疫系統老化 所以人到一定的年齡之後 他的免疫力就會開始變差 65歲以上的老年人 就建議要去打這個流感疫苗 還有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因為當他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如果被感染到 就有可能會變成重症 另外像我們一般的人 如果是遇到這個 睡眠不足或者是壓力太大的時候 我們的免疫力也會變得比較不好 那研究統計 如果每天可以睡足七個小時的人呢 他比較不會得到感冒 萬一這個人他年紀又大 然後睡得又少 那這個壓力又剛好很大的時候 請問一下六十幾歲以上的人 幾乎不同 六個小時就很長了 對啊 所以老年人抵抗力會比較弱 這些朋友大概就要靠運動 因為運動對於提升免疫力是有幫助的 對 但是也不建議去做一些太劇烈的運動 因為當你做劇烈運動 或者是說你運動的時間太長的時候呢 對於你的提升免疫力反而沒有好處 反而是累過頭了 對對對 有一種情況他叫做 剛剛田醫師也有提到 那就是說有一些特殊的病菌呢 基本上正常人是不會得到 他專門會去感染那些免疫力非常差的人 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紅半性狼瘡住院來做治療 那我們知道像紅半性狼瘡這種 自體免疫的疾病人 因為他的免疫系統 會去攻擊我們正常的器官 所以等他發作的時候 我們必須用大量的類似群 把他的免疫系統整個壓制下來 那在做完治療之後 有一段時間 病人的免疫力會處於一個非常差的狀況 那這個病人呢 打完之後的某一天 他就突然昏迷 被送到加護病房 那經過一系列的檢查之後 後來確診這個病人 是一個引球菌的腦末炎 那引球菌呢 它是一種特殊的黴菌 它存在鴿子的大便裡面 那我們知道鴿子呢 它會停在一些一般家庭的冷氣機上面 不過好在免疫力正常的人 不太會被他感染 可是一般人還喜歡餵鴿子嗎 對 在國外不是都黏在身上來拍照 這其實很危險的 對於免疫力不好的人來說是的 那糞便啊 對對對 因為當免疫力差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呢 他連發燒都會燒不起來 所以他也沒辦法早期發現 等他發現的時候已經到很嚴重了 所以後來這個病人 就沒有被救回來 那一些癌症做化療的病人 也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 當他免疫力很差的時候 去得到這些刺激性感染 實際上是有可能會致命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幸有中風的話 其實在復健的過程裡面是很漫長的 那多半啊 除了病人辛苦之外 陪伴的家人也蠻辛苦的 那我們也看過很多陪伴的家屬啊 就是也有一些就是 越來越虛弱 甚至他最後自己也病倒 那我們這邊碰到的就是一個30歲的男生 那他就是越來越虛弱 可是他那個虛弱感覺跟 我們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樣 因為有一些人 之前沒有那麼高頻率的進出醫院 也不習慣戴口罩 所以確實 剛開始會有一些家屬的免疫力是下降的 但是他不是那個樣子 他是越來越沒有力氣 越來越虛弱 然後一直在感冒 然後我們就覺得 是不是有點壓力太大還是怎麼樣 就很想要關心他 結果他就說 原本他只是請假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工作了 然後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才30歲而已 他就說 其實以前他只要壓力大 他就會嘴巴破 那嘴巴破之後呢 他整個人就會停擺 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工作 所以他就會去 他們家附近的一家診所 拿那個感冒藥吃 那一吃了大概兩三天 那個嘴破就癒合了 然後他就可以正常生活 但是因為 爸爸生病的這段期間 各方面更加的勞累的關係 所以他很常去那一家診所報到 然後一吃藥就好了 然後又很快又感冒 又再去吃藥 所以在這半年短時間期間 他吃了他過去 可能多了兩三倍的那個藥 後來我們就說 這樣子有可能會是那個藥的問題 不然就是你壓力太大 反正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去嘉醫科檢查一下 結果去嘉醫科一看啊 他拿他的藥包去 發現那個藥裡面有類固醇 對 而且他高頻率高劑量的這樣子吃啊 就造成他就是臉越來越圓 然後沒有力氣 其實就很像那個酷心似症 就是因為吃藥造成的 那後來就是我們建議他好好的休息 然後把那個藥停掉 他還有戒斷作用 那戒的時候非常的痛苦 然後之後才好好 前幾年我拍戲那時候 連續剛好嘎了就是兩檔戲 結果有一天晚上 我發現我的腳很癢 然後就是在關節的部分很癢 就一直抓 而且我邊睡覺 因為已經太久我沒有好好睡 我就邊睡就邊抓 抓到我覺得好像抓到流血 我想說好明天早上去看一下醫生 然後一起來工作就忘記 就隔天連續兩天都這樣 然後我就抓到 我發現我有看到抓痕是流血 我想好我明天一定要給醫生看 結果早上起來不見了 我想說那我要不要去給醫生看 可是晚上很痛苦 結果想說不管了 還是去看一下醫生 結果醫生就說 你這個可能是那個免疫系統下降 那個是血麻疹 它等於是血液裡面的過敏 等於說你晚上休息的時候 它會上來的比較快 然後到了白天 血液在跑的時候 它可能就比較不明顯 所以我那時候才知道說 我是已經太累了 然後甚至於我那時候還有過敏源 就是喝了那個奇異果汁 然後那時候我還以為想說 補充一些水果啊什麼 我就剛好那幾天都喝那個奇異果汁 都是喝原汁 後來就是有吃一些類固醇的藥 然後把它壓下來 可是我一旦累 徐麻疹上來得很快 然後我就覺得好恐怖 後來才慢慢的把工作量 稍微比較平衡一下 就讓自己休息還是要夠 像我最近門診遇到一個個案就是 他是一個30歲左右的年輕人 然後因為他現在正在念博士班 然後他就是每天都熬夜寫論文 因為他說他晚上思緒比較清楚這樣子 其實他白天也沒在幹嘛 然後反正他就是都熬夜寫論文 結果他來看診的時候 他就是全口的牙齦都很腫 然後他就說他刷牙每刷臂流血 然後我就幫他檢查之後 確定就是跟他說你有輕微的牙周病 一定要來盡早治療 然後他可能覺得沒有很嚴重吧 然後他就是拿了我開給他漱口水 他就說我回家漱一漱應該就好 結果他就消失了 然後三個月後他又出現 他出現在門診的時候他就很緊張 他說醫生怎麼辦 我有好幾顆牙齒都在咬洞 對然後我後來就幫他再 重新做牙周病的探測 結果發現他已經變成 比較重度的牙周病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這個就是跟你的免疫力不好有關 因為牙周病 它其實是細菌造成慢性的感染 那當你的免疫力沒有辦法跟他對抗的時候 他其實口腔的平衡就會慢慢的 你就會被細菌侵占了 所以當你的牙周囊袋裡面原本細菌就很多 那你的免疫力又不好的時候 細菌就會大舉入侵 他就會開始破壞你的牙周組織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很多的牙齒 原本其實可以治療 那一旦這個 這個期間你又拖過去之後 他反而變得更嚴重 整個牙齒開始鬆動 基本上我們牙齒搖動度有分三級 那只要到達第三級 就是牙齒會垂直的動跟橫向的動 這個牙齒基本上就沒辦法保留 所以我就跟那個博士生說 其實你真的好好照顧身體 對 雖然考博士真的很重要 像趙醫師我想請問一下 我最近就是吃了一些像 或是一些比較辣的 我嘴巴裡面破幾個 不知道是跟辣有關係 還是我自己比較累的關係 才會有嘴巴破掉好幾個 對 其實嘴破也是我們門診 很常遇到的一些案例 基本上嘴破 基本上就兩個原因 有可能是你的 你的口腔黏膜比較脆弱 對 那第二個就是 對 有時候咬一點點 就是吃東西咬到 我們吃東西都會咬到對不對 然後越來越大 那有時候咬到那個頻率高 是代表協調性不好嗎 你怎麼吃了吃了自己會 而且重複咬到 好痛喔 因為咬到之後他會突起來 對 因為他咬會這樣 好痛 你們也沒咬過上嘴針這裡 有 我現在吃 上嘴針怎麼咬 我昨天才咬到這裡了 我也是 莫名其妙吃生菜 生菜捲起來你知道嗎 他到嘴巴他會自己張開 所以你嘴巴會變這樣 結果就咬到了 而且吃東西都變得好痛喔 對啊 瓜哥其實這個我自己也常常咬到 然後我覺得 我有時候看紙 有時候太餓 趕快要搶那個時間要吃東西 就很大口去咬一咬 對啊 因為美食要進口 結果他又把 那個生菜自己會膨脹張開 捲著捲著到嘴巴去慢慢的 所以你嘴巴要配合他 又變這樣 就咬到了 回答一下就是 如果是東令進補的時候 發生嘴巴要注意是不是自體免疫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講的東令進補 那個補品實際上是對於免疫力有提升的效果 所以當你免疫力提升的時候 發生嘴破的話 可能要看一下是不是 免疫力太強 對所以如果說這種情況真的很嚴重 要做個檢查 而且現在這種天氣常常有人指甲 從一個 穿出的皮叫溜充 你知道嗎 手指會離開 很痛嘛 那個拔他 對有的人會把它 你們會這樣嗎 那他這要吃什麼 我們一般會認為 跟缺乏維他命B或C有點關係 那其實跟皮膚乾燥其實也是有關係的 就這種天氣 跟整體的乾燥 所以你常常都擦手霜這些 對不對 請問一下如果霜是腳像 會大家這種天氣一定是 回到家裡都乾癢的 因為喜歡泡熱水那就更乾了 這應該是還不用塗藥吧 用乳液就可以解決嗎 對的確這乳液的部分 可能要盡量多補充 那盡量可能就是 像是如果是什麼 就是有些時候 我們甚至會遇到說 它可能用面膜化妝水 去附在小腿的地方 那其實會 不能用那個 其實那樣的產品 它其實會加速整個 我們的水分通透的 我們常常附點附多的水 就在那邊 我也是 都不是浪費 其實是需要用到一些 屬於比較鎖水一點的 密封的一些保濕產品 你看我今天沒問了 大家都能看 那個黏到多出的汁都在那邊 怎麼可以浪費呢 就是塗在身上 而且有時候這種天氣 你看乳液上去 大概三分鐘它就乾了 對 跟沒擦過是一樣 所以我會加 我會加一點精油 可是那的確有點因人而異 因為有些人其實對使用精油 也會有點過敏的症狀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體質 如果是自泡 就趕快去看醫生 要用藥物了 一般其實乾癢的話 擦擦乳液也就可以了 之前也是在急診 遇過一個大概三十幾歲的年輕男性 然後他來的時候就戴著口罩 很虛弱的就坐在椅子上 然後家人就幫他講話 因為說他已經完全說不出話 就是說前幾天有一些小感冒的症狀 然後就自己先拿藥吃 那因為那陣子公司一直在加班 就回家也休息 沒多久就又要出門這樣幾乎都沒什麼睡 那就發現吃的藥不但沒有好 而且還越來越嚴重 原本他都還可以正常進食吃東西 然後講話這些 可是到後來變成是連喝水 他都覺得喉嚨很痛 然後他就一直說 他覺得喉嚨很腫 這其實很困難 他快要吸不要吸 所以家人就趕快把他帶來急診看 那時候就幫他檢查 嘴巴就一打開 壓舌板一壓下去 看 哇後面那個兩球扁桃腺好腫 就中間幾乎快要密閉在一起 然後上面都白白的濃這樣 其實就是化濃性的扁桃腺炎 那因為扁桃腺炎是我們人體的一個 免疫的器官 其實他在小朋友的時候會比較發達 所以其實小朋友還蠻容易反覆有那種扁桃腺的感染 對 可是在小學之後 因為扁桃腺就會慢慢的退化萎縮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照鏡子看一下 你們扁桃腺應該都是很靠近就是兩側臂很貼的 那大人如果會發生這樣子的疾病 大部分其實都是免疫力比較低下的時候 或者是說他可能身體有一些特殊的狀況啊 太勞累 休止時間不夠長才會有這樣的情形 來 接下來我們看看 今時前後真的困擾 私密處好脆弱 來我們看一下 小心尿道炎 陰道炎 及骨盆腔炎 反覆的感染啊 我們副廠科在門診常常最多 就是婦女來我們門診最常問說 醫師我是不是真的 你是覺得為什麼月經後 就很容易發音感染 常常他都說奇怪 平常還好啊 可是月經前或月經後 那我們跟他說這是真的啦 因為其實我們女性的奏告 其實蠻奧妙的啦 它其實是一個密閉系統嘛 那這樣子你 它的功用主要是說為了讓你生育的功能 因為這樣你精子才能夠透過這個管道去懷孕 產生小孩 那也因為這個構造它是密閉 所以說基本上就容易 就像我們那肚脊嘛 都知道容易藏汙納垢一樣 密閉你就容易藏汙納垢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陰道本身 可是上帝也很奇妙 祂本身會保護它 所以我們本身陰道會有一些乳酸菌 我們都知道在比較酸性底下會比較不會細菌感染 所以這些乳酸菌會分泌一些乳酸 它等於說我們看到要說它就是 像陰道正常的守護菌一樣 那維持弱酸你就比較不容易感染 那可是當你月經前後期 尤其月經來了之後 常常潮濕 那常常清雪就會讓裡面的環境去改變 那當你環境改變的時候就容易發炎 那我們曾經有遇到一個案例是怎樣 一個四十幾歲的女性 那因為它就是在月經過後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發炎感染 可是它不知道就是 從網路上還是哪邊來 聽到不正常的外面 它就是用那個肥皂水 一開始用肥皂水 食鹽水去洗陰道 越洗越厲害 那洗厲害之後 最後造成所謂的吸菌性感染 那吸菌性感染就會那種 黃綠色臭臭的味道 那家說那種臭魚味 都是那臭臭的 所以有時候 像我鼻子有點過敏 當婦長科還不錯 不然其實你鼻子 但有時候看著的時候 你鼻子太敏感 你就覺得就聞到味道 其實也會有點不太舒服 然後講到那個病人 那最後他就是 因為這樣子會有那種臭的味道 他先生就不想跟他刑髮 那他就困擾 那不刑髮他又擔心 先生亂搞什麼的 然後他最後又從哪邊聽 去用明星花露水去洗 像那個病人 對他就很誇張 病人一進來我們就聞到刺鼻味 連我知道我們鼻子有點過敏 都會聞到刺鼻味 然後後來我們就問到他 原來是整個病史是這樣 所以我們後來就 幫他用了一些塞劑治療 正確跟他講什麼去保養環境 才會漸漸的改善 那有時候像你 如果陰道發炎沒有治療好 甚至會骨盆發炎 有的人因為這樣 甚至拿子宮都可能 所以不要因為這種小小的疾病 造成很大的困擾 像我們之前有遇到 它是裡面陰道發炎 結果它造成外面 外面其實我們女生的外部 都有一些毛囊對不對 像毛囊在年輕女生有時候 就會長青春痘 就是毛囊獨塞住 我們遇到那個就是比較特殊 它本身比較肥胖一點 然後衛生習慣稍微差一點 然後那個毛囊整個就發炎 就有點像風霧組織也一樣 那它這鼓的其實蠻厲害的 我們在門診就要幫它做切開引流 結果那好時不時一切開 那冷就噴得到處都是 這麼大聲音 後來有的很大 裡面的壓力有時候很大 一劃開的時候就會噴得出來 不是長那麼大 它自己穿褲子會不舒服 就是痛 對就是痛 它就連坐也做不 坐就是你看到 就像頂子 越來越大 那個就是頂子 頂子嗎 對 女生很常在夏天可能會穿褲子 像我們平常又要跳舞練舞 然後可能又會流汗 我聽過我身邊很多女生都感染那個陰道炎 然後我自己也有就是感染過 然後因為可能是 我不知道夏天太悶熱還是流汗 我知道他們線條要穿得很漂亮 然後可能要比較貼一點 然後你跳舞又熱又流汗之類的 就很容易感染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次還想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開始覺得好像有一點騷癢的感覺 我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就去藥局跟他講說 我好像有點不舒服癢癢的 然後他就拿了一條藥給我 我就回家擦 就有好一點耶 好像沒那麼癢了耶 結果大概隔了兩天之後 他就開始分泌物變得多 然後就大家應該知道 可是就一塊一塊白白的 對 然後我想說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立刻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說就是陰道炎 然後他就開了一個禮拜的塞劑給我 才好的 雨昕那個就是典型的 你剛剛說那種塊狀像乳酪 對 所以我們在那個醫學秘書上 叫cheese steak 就是乳酪狀 一塊一塊的這樣豆渣 那一片一片的會出來 那種又特別搔癢 對 又特別搔癢 所以剛剛就像雨昕說 他去藥菌拿著藥膏 藥膏你只是擦外面而已 事實上這個來源是陰道裡面的 一些內株菌不正常的真正 可是我有聽說 如果你想要不要那麼容易感染的話 吃那個蔓越莓跟多喝優肉乳 是真的嗎 這個我解釋一下 蔓越莓比較常吃應該是在膀胱 因為我們常說 其實陰道炎跟膀胱炎是鄰居啦 你看有時候 有時候你看這家濕火不見得是這家漆火 搞不好是這家漆火 所以其實膀胱我們常說 我們膀胱裡面有時候逆行上去 因為我們有一些像蔓越莓有一些花青素 它可以讓那個膀胱的細菌不容易附著 可是這個也不要亂喝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病人以為 聽那個說喝蔓越莓 結果狂喝去那個Costco買了一大堆 那個就喝到還沒好自己又胖個15公斤 對 然後所以這個就比較天的想法 然後以為那其實那個因為濃度不夠 有統計說你真的要達到治療效果 你一天要喝到快1.5公升到2公升 那不能直接吃蔓越莓嗎 一定要喝果汁嗎 劑量可能不見得夠 這個只是保養 所以我才說多補充這些可以減少感染 並不是用它來治療 那優乳乳有效嗎 優乳是這個就是益酸菌 我們剛剛說的我們陰道一些乳酸 那一些當然你要盡量不要糖的啦 甜的你到時候又胖又什麼 反而更麻煩 所以像一些乳酸菌或一些優弱乳 的確是對陰道的好的細菌保養有幫助 像我們就有遇到是30歲的女生 她其實她已經有一些血尿 解變困難的問題 她已經同時去看了泌尿科 泌尿科有跟她做一些尿檢 確定說是尿路的感染 那就需要吃口服抗生素 可是她就覺得奇怪 半身越來越紅 越來越重 越來越癢 那同時也是有看到一些白色的分泌物 她就過來看我們 那的確一看就是整片是 其實外陰部也都是白色的黏珠菌感染 那可在外陰部的話 她的表現是一些紅腫的狀況 她整個已經抓到都淋爛破皮的情形 對那其實就是應該說 可能就女生的部分 可能就記得在經期前後 要稍微就盡量保持乾燥啊 盡量穿寬鬆的衣服 那剛剛提到那些保養品的部分 當然或多或少 可能有一些些幫助 那我們大概都會建議 像是蔓越莓 益生菌 維他命C 那也許可以稍微讓這個 就是我們可能這下半身比較偏 就是PH值可以比較偏酸性一點 那還有提到那個肥皂水 是絕對不可以的 肥皂水它其實是PH值 至少是8到9 那其實整個把那個生態 完全破壞掉 是很危險的事情 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35歲的女生 她也是 她就是那種常常在經期前後 就會感冒的女生 結果她那天來 就是她看起來很愁容 就是很難過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她是有尿道感染症狀 而且有血尿這樣 然後所以她就來看 我們一宴就真的是尿道感染 所以我就給她吃藥 也做尿道感染的味覺 結果過了兩天她又來了 然後她就說更嚴重了 本來吃一天又好了又來了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妳有沒有憋尿啊 有沒有喝水啊 她說這些我都有尊照啊 我都做得很好 我就再問她 我說那妳有沒有跟妳先生刑法 她說有 而且她說其實上一次 也是跟先生刑法之後 才開始尿道感染的症狀 然後我就看她的外衣過 說妳褲子脫下來我看一下 就外衣部都有紅腫然後破皮 她就說她生完小孩 然後也度過了那個 最辛苦的那個時期 就她跟她先生感情開始回溫 所以他們就 就不要多親密的行為 她很想配合 但她發現她就是很 不能夠濕潤 所以她就是會容易破皮 她就很難過 因為她其實她說她到急診之前 她其實就這樣 她都是去藥房買藥 所以我就轉給那個婦產科 後來這病人就比較辛苦 她就是在月經前後說 特別容易感染的時候 她在刑房之後 她都要吃抗生素 傷口難癒合 肌膚敏感好脆弱 小心蜂窩性組織炎 壞食性的筋膜炎 其實有個30歲的一個男性 那其實她已經香港腳很多年了 那可能就偶爾過來門診看一下 然後跟她說 香港腳應該要擦藥要治療 那其實她的腳趾頭縫 都有很明顯的破皮傷口的狀況 那可是的確她就說 其實我也不太會癢 也沒什麼感覺 然後就在某一天她突然來了 然後整個右腳的小腿整個腫脹起來 然後甚至看到她都有淋巴管發炎的狀況 這麼嚴重 是已經有蜂窩性組織炎 在合併淋巴管炎 那其實她的那個應該說 蜂窩性組織炎來源的細菌 可能就是從香港腳的縫隙過來的 然後就跟她說 可能要好好趕快 就是用口服的抗生素做治療 因為其實你的蜂窩性組織炎 淋巴管炎不趕快處理好 萬一真的哪一天就變成 什麼壞死性肌膜炎 可能還要住院治療 那其實很危險的 剛剛講到蜂窩性組織炎 我大概半年前 是我一個人生最深刻的體驗 就是我那時候去拔智齒 因為人家說拔智齒 你要預留一個禮拜讓她休息 因為拔智齒一定會腫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就預留一個禮拜 然後 因為我可能覺得 對自己太有自信了 我大概 第四天啊 我就跟朋友出國了 對 然後可是因為那時候 醫生有跟我說 你因為你的智齒是開刀割開的 那你現在牙齦這邊有一個洞 好 那我幫你塞 什麼膠原蛋白還是什麼 一個東西一顆超貴的五千塊 然後反正塞進去 她就說 這樣子你會比較快好 你要不要塞 我說當然塞啊 然後她就塞 然後就封起來 然後我就出國了 但我不知道是 可能是出國 沒睡好還是怎麼樣 還是東西卡在裡頭 我整個就開始腫了 然後我一開始沒有發現 她瘋過型主食鹽的原因是因為 她拔志齒就正常的腫啊 然後我出國第三天第四天 她就開始熱熱熱的 然後可是因為我記得 醫生有跟我提醒說 你拔完志齒大概第三天第四天 你應該開始熱敷喔 前面等下冰敷 後面就開始熱敷 讓她就是硬快消失 我說喔好 那我就開始第四天開始熱敷 結果發現她開始越來越誇張 越來越腫 然後我整個出國 我也沒有辦法認真完 然後到最後有一天我是真的睡覺起來 我嘴巴已經張不開了 我連吃東西都就硬塞進去 然後我也沒辦法咬 然後我開始覺得不對勁的時候 是因為我一天睡覺起來 這邊腫之外 我已經腫到鎖骨這裡了 就整個脖子這邊全部都是 然後熱熱的 然後我整個開始就是 一直就是坐立難安 我就立刻就刷了新的機票 我說不行我一定要立刻飛回來 一回來我就立刻去急診 然後醫生看到他就 醫生也嚇到 他說你這個要立刻就是 把膿清出來 然後我就 就在那個椅子上 他就拿那個生理食鹽水這樣 一直衝了傷口 然後我就整個 超痛 他衝了大概兩個小時 他說你這個 如果沒有把傷口 那個縫線剪開會太慢 然後就又把傷口剪開 把那個剛我說的那個膠原蛋白 拔出來 然後再繼續衝 然後我就已經快要崩潰 真的太痛了 他說這樣還是太慢 我必須要幫你裝飲料管 我說到底什麼是飲料管 他說反正你現在就是要 在你牙齦這邊畫一刀 然後可是呢 因為你現在處於發炎中 你打麻醉對你來說 是沒有什麼太大功效的 那你要不要打 然後我說我還是要打啊 我當然要打啊 然後他就好 他就打 就打症的時候又很痛 然後又開始就一直飆淚 然後打完然後說 沒感覺了對不對 我就說我嘴唇沒感覺了 可是這裡全部都有感覺 然後他說 可是沒辦法我要畫刀了 你說這個 我這樣一直弄我嘴唇 我都沒有感覺 可是這邊的外部都是感覺 對就是外面的感覺 全部都是感覺 然後他說 好可是沒辦法 我要幫你就是畫刀了 然後把我嘴巴掰開 然後他就這樣畫了一刀 然後我說他畫刀 我感覺他這樣割了一刀 然後我就 就這樣好痛 然後就開始 他就開始弄東西 我也不知道他弄了什麼 他就裝什麼引流管 然後就縫上去 他從畫刀到整個過程到縫 我全程都是有感覺 那是 你再等於把他制止 他自己也沒照顧好對不對 剛剛這個故事啦 滿長的 牙齒多憤怒 你在講 中間有幾個問題 就是犯了錯 第一個是 我覺得不應該出國 然後第二個是 你還在腫痛的時候 你不應該熱腹 因為我是聽 對 他會跟你說48小時直接併服 然後超過之後要熱腹 可是如果你超過48小時 還在腫痛 其實應該還是要繼續併服 你要等到他的紅腫消下來之後 再改熱腹 你促進他血液循環 讓那個雨血散掉 但是我聽起來 我覺得應該也可能有 因為通常 那顆5000塊的東西到底是 那顆5000塊的東西其實滿有用的 可是我怎麼發言 他其實是把那個傷口保護起來 讓血塊不要掉出來 對 其實那個東西是有用 應該是有別的東西掉進去 可是他縫合的時候 沒有完全密合 所以拿出來之後 還可以再放回去 然後又出國不知道吃什麼 你去泰國嗎 去哪裡 我去峇里島 我去峇里島 都辣了食物 對啊 然後他切開引流的話 是因為他要把那個 比較深層 因為通常細菌感染到 比較深層的結地組織 他在裡面有化膿 他要把它排掉 對啊 醫生說打麻藥不會麻 也是沒有錯 因為通常我們在發炎的時候 那個區域會呈現比較酸性 那我們麻藥是減性 所以你打下去 通常有很多的麻藥會被中和掉 所以效果都不好 你會覺得整個嘴唇都麻掉了 可是那個地方一直在痛 對 然後我這邊提一個案例 是我最近在門診遇到 這個比較少見 但是大家也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一個40歲左右的人 然後因為他平常有抽菸的習慣 然後他來拔牙齒 然後他拔牙齒的時候 我就特別告抽菸 結果他偏偏 他就是那種很不聽話的病人 因為他拔完牙齒之後 我讓他咬著紗布 結果他也沒有乖乖咬 他就把紗布吐掉 然後在門口講電話抽菸 還被我們助理看到 結果三天後 他打電話來 他說怎麼辦 我吃了抗生素 也吃了止痛藥 什麼都吃的 然後我都有照你們的要求做 可是我的那個傷口 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而且他打電話的時候 他有特別講到一個關鍵字 就是他說 他之前拔牙齒都會流很多血 然後他這次沒什麼流血 那通常醫生我們聽到這個關鍵字 其實我們反而會很害怕 對 因為這個其實叫做乾性脂草炎 他跟蜂蜂性竹之前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在英文叫做dry sucky 就是他的傷口沒有血塊保護 結果他後來回診的時候 趕快安排一個時間來看 結果發現他那個傷口啊 裡面通常大概兩三天之後 那個傷口還是會有點血 中中的這樣 結果他不是 他整個傷口是打開的 然後裡面灰灰白白 你可以看得到底下的骨頭 跟神經都裸露出來 這叫乾性脂草炎 就是通常我們在傷口癒合的過程 會有血液會凝結 變成血塊 他會把這個傷口保護住 那如果最常高風險群就是說 像有些人很喜歡 他覺得嘴巴一直有血味 他想要把它吐掉 那血塊一直被你吐掉 那個傷口慢慢就沒有血塊保護了 他口腔裡面很多細菌 那那傷口暴露出來 你的骨頭就會被感染 細菌感染 然後另外一種人就是抽煙 因為抽煙會讓局部的循環變得比較差 血塊也不容易保護 那還有一種人也要特別小心 就是女生如果有在口腹避孕藥 對因為通常這個也是把牙籤一定要問的 因為口腹避孕藥裡面有磁性激素 那磁激素會干擾血塊的生成 所以通常如果有這樣的病患 我都會特別注意 其實這個病的發生機率不高 大概2%到5% 可是它發生的時候非常的疼痛 它比封入性阻止炎還要痛 我們通常會用止血綿去沾一種藥 叫做丁香油粉 去擦那個傷口 讓它稍微止痛 然後一樣是開抗生素 讓那個傷口自己癒合 因為他們常常拔完牙之後 病人不舒服就會來到急診 然後有兩種 一種是拔完牙之後 沒有乖乖聽話咬紗布 然後就一直流血一直流血 然後就一直罵一直罵 因為你就沒有咬啊 醫生就叫你要咬 因為它那個初血點很深 牙根很深 所以你拔掉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壓到那個初血點 只有靠紗布 還有你自己的血塊癒合 然後再來過了一兩個禮拜之後來 因為腫起來了 也是一樣沒有聽醫生的話說要吃抗生素啊 然後沒有 嘴巴沒有清潔乾淨啊 我們常常幫它化開來的時候 裡面有飯啊 紅蘿蔔啊 形成的濃在那個裡面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拔牙 然後就覺得牙醫生很喜歡 會被罵啊 對 可是就是 醫生在拔完的時候一定會給你餵叫 餵叫一定要聽清楚 很多人在香港腳是最近穿那個雨鞋 時尚雨鞋 或是靴子悶出來的 那我們在復健科遇到香港腳啊 就是造成蜂窩性組織炎的極致 就是結肌 因為我們要教他們穿戴衣製的關係 那我這邊有一個個案就是60歲的大哥 他在市場賣魚 然後因為每天都要穿那個雨鞋 然後又非常的潮濕的環境 所以他因為有糖尿病的關係 然後就是香港腳啊造成的傷口 都沒有感覺 所以就感染上來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所以就結肢了 但是好險他只有結到膝蓋下面 所以還好 就是有保留到一些膝蓋的功能 然後我們就說你一定要很特別特別的小心 你的工作又危險 然後又糖尿病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護你的腳 跟另外一隻好的腳 然後我們就大概追蹤了一年之後 再去看一下他的病例 發現他其實前一個月已經住院了 那原因就是因為他沒有好好的保護他那個 穿抑制的地方 常常會摩擦 還是會造成一些傷口 然後有一天呢 他就是在沖洗他的那個攤位的時候 水就流到了他那個接觸面的傷口 結果在一個小時之內 紅熱腫痛就馬上上來 變成患性心肌膜炎 對如果他沒有即刻就醫的話 他很可能就 對就會失去性命 但是即便他一個小時內就醫 他還是截掉了他的膝蓋 就變成膝蓋上的截止 糖尿病的那個腳啊 很爛的都會到急診啊 我們遇過最誇張的就是 他整個腳已經黑掉了 他還是不去治療 然後不去控制糖尿病 然後上面還長蛆 我們醫護都有訓練不會怕血嘛對不對 可是蛆就不是啊 所以護理師就會 就會聽到很多的尖叫 不是只有病人跟家屬 我就護理師在那邊尖叫 因為區太多了 我們還是要把它清乾淨 就是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免疫力 那我再講一個 就是有一個大學生 他是台北的大學生 然後他們就是一群人去 那個墾丁那邊玩 結果在玩的第一天 他們在海水 他就被那個水米冰到了 冰了滿身都是 而且在腿最多 那他有很嚴重的那個過敏反應 所以他們就去附近的診所打針 那他那個過敏就降下來了 紅跟腫跟羊都好了 但他還是繼續下水 但水母釘不是都有些小洞嗎 他覺得應該沒關係 也不想破壞大家氣氛 結果他還是繼續下水 結果第二天他就發現 他開始有 而且好像會覺得有點冷 然後會有那種燒燒的感覺 然後他就想說 不要破壞大家氣氛 還是繼續每天大家下水 後來到了不知道第幾天的時候 他開始覺得會冷 然後他跟同學說 我沒有辦法出去 我沒辦法出去 他冷喔 他一直在發抖 但他同學就請那個飯店來幫他量體溫 他體溫是40度 他覺得很冷 但他體溫是40度 所以他們覺得不行 我們取消吧 趕快帶回去 結果他們開開開 開到一半 還沒有到台北 開到一半之後 病人就整個人很喘 非常喘 而且開始胡言亂語 就是很像精神病這樣子 然後還一直發冷發熱發冷發熱 他們用很多的那個歪套怎麼給他穿 沒有辦法 所以就直接下交流 先到一個醫院 結果他就是一個壞死性筋膜炎 他的整個小腿啊 小腿是灰色白色的 而且他的右腿比左腿還要腫 腫之外 你壓下去好像海綿 裡面有泡泡的感覺 他是產氣的那種壞死性筋膜炎 到膝蓋 然後他是因為敗血症 然後所以他開始就是 醫師不清然後會喘 所以在那個醫院就先給他插管 然後急救 然後打很強的抗生素 就跟他說你這個要趕快切開 不然他的命會不飽 但是他們是同學啊 爸爸媽媽在台北 所以他們在叫 先自動理院書 再叫救護車上到台北 上到台北的時候 才一兩個小時 他從那個膝蓋 再揮到那個大腿 對然後血壓在台北的時候就掉下來 後來就直接找那個整形外科 就從那個大腿的內側外側 直接畫 畫到腳踝 這叫肌膜切開素 因為裡面已經腫跟爛了 你必須要這樣子畫開去 讓裡面的循環保護好 還有就是讓那個一些組織衣 什麼都可以流出來 然後去保這隻腿 然後就打抗生素 那個腿光是每天的換藥 他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一天換四次 一次大概用到二十四塊以上的那個 四成四的紗布 這樣塞進去再拿出來 塞進去再拿出來 好恐怖 後來這個很幸運的是 因為他是年輕人 所以他抵抗力算好的 一個月後他是出院的 但他兩隻腳的功能就不一樣了 他那隻腳因為再把他那些 我們不是有畫開嗎 再把他縫回去之後 他裡面有一些已經 而且結痂 不是結 長原來的組織 是長像那個硬硬的 有彈性那種痂 所以他的功能是失去的 所以他不能像一般同學一樣這樣 跑跳啊什麼的 所以他變成 有時候他還要去做復健 然後大部分時候 他需要拐杖的幫忙 所以傷口的照顧很重要 女人愛漂亮嘛 就不像你流下巴啊什麼 那雅倫還照顧得不錯 像我之前有一次最嚴重 是我莫名其妙的在節目上 去示範一種按摩法 可是我那時候腳上有穿絲襪 結果我就摩擦 然後我的空脂的指節就受傷 可是你通常看到這個受傷就破皮 你也不以為意 然後你也知道關節很難好 因為每天在動 然後你都會有水 結果他就是很深層的發炎 越發越下面 然後就等於那個傷口是 一直發炎到橫裡面 但是他上面結痂了 而且這個結痂是在我皮膚的水平的下方 可是你就是每次按到 會急痛 劇痛 然後後來才去問醫生朋友 他們就說你這個裡面的傷口 其實它一直在晃下壞 可是你上面封起來你看不到 你這個一定要把它 把加拿掉 然後要敷那種消炎又殺菌的藥膏 而且要保持它的濕潤 因為它只要一乾它又結痂了 所以我那陣子這個關節 那一次讓我嚇到 因為你覺得就是小小的一個傷口 感覺上一開始是一個破皮 然後後來你也知道就是自己有女兒 然後平常又會沒事會撞到刮到 連開個奶粉罐都會 手上馬上就有傷口 所以我後來就會用一個再生霜 那這個再生霜其實它不是藥品 而且它可以就是加速我們的那個傷口的癒合 而且有時候有一些傷口啊 是又有傷口又有瘀青 那通常呢 這種兩種藥是不可以一起使用的 不過這個是非常方便 當你有傷口又有瘀青的時候 它是可以直接使用 然後非常非常的溫和 然後又可以修復傷口 又可以讓我們的瘀青比較快的化掉 而且我們女生最怕有傷口 只要一點點 尤其是在手上很煩 你就會有那個反覆性的發炎 它就會有色素沉澱 對啊動動刮一條橫 一條破皮 然後你又這種地方的傷口 你又沒有辦法說洗澡洗手 或是你做家事可以預防到 所以就是說你要讓自己的傷口去 它裡面有個寡生態 就是說那時候它是說可以幫助皮膚再生修復 然後它不是藥品 所以像我就是會帶在身上 然後是女兒啊或任何人 只要一點點任何什麼擦傷 撞傷什麼什麼 一點點的傷口的時候 你趕快敷上去 而且它只要薄薄一層 你塗多沒有用 它就薄薄一層 它仿佛就是會有一個保護膜 然後就可以讓你的皮膚 就是保護到之後 它在裡面又可以自己再生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那時候我會選擇 就是因為它沒有含什麼類固醇 酒精 香精 色素 防腐劑 通通都沒有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用很放心 小孩用也放心 那如果是比較久的傷口還有用嗎 比較久的傷口 還有實俏性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另外的成分 然後這個我就不是很了解 可能要問醫生 然後因為它的 就是攜帶很方便 所以我等於是 現在化妝包裡面會放它 是因為我們常常走路會刮到 對 或是你洗澡用年蓬頭也刮到 沒有 還有就是 會 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免疫力下降 我覺得傷口修復很慢 而且你會不會知道 你會不會說 對 有時候不知道什麼時候受傷的 因為你根本有很多地方 桌桌腳腳撞到 我們都不知道 新鮮傷口當然新鮮用 至於說你剛剛問的那個 就是已經比較久一點的時間 其實我們應該說門診的確會很常遇到 就是有病人來 就說我要那個什麼除疤凝膠 就它是先傷口形成 對 可是那時候其實是不能夠擦一些 除疤的藥品的 因為其實我們除疤的產品裡面 有些是含有一些酸類的成分 其實在那時候擦粉反而 會變得更嚴重 其實門診其實我就有遇過 像是20歲的女生 她可能就是一點點傷口 剛形成而已 她就自己可能在 就是自己就去購買了一些 像除疤的一些藥品 然後因為擦了以後又有過敏的症狀 她就整個轟腫了起來 然後其實又這樣過敏情形 我們又要再給她一些藥 那其實剛剛亞倫說到的那個 就是再生霜的那個成分 就是它裡面的確是有一個 就是寡生態的成分 那可以幫助一個皮膚肌底膜的 一個修復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其實也知道就是 像表皮和真皮中間 其實就是所謂的肌底膜 那如果肌底膜能夠比較強健的話 整個傷口癒合速度會比較快 那其實我有看一下 就是它裡面的那個成分 它是含有七二素還有黑醋粒的成分 那可以幫助整個 應該說循環的比較加速 那消腫的速度也會比較快一些 那所以其實的確剛傷口 剛形成的時候 其實是趕快先把傷口照顧好 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越新鮮越快好 對 而且要用對東西 對 就是你不要去找一些會刺激性的 而且它因為它不是藥品 所以我用起來是很安心的 溫和的 我們人都一種一感受 受傷如果擦了沒有 刺激你覺得它不會好 不動不癢怎麼會好呢 這個怎麼會好 好像真的是這樣 其實不見得是一定要有刺激性 對 不過身體有特別的敏感事情 平常一定要保養 才不會讓疾病趁虛 若有症狀發生 一定要及早治療 要及時處理 謝謝 你也跟黃老師一樣 有臉部水腫的問題嗎 其實我們左右手骨下筋脈 是淋巴回收的地方 如果堵塞的話 就會造成代謝物累積 臉部水腫鬆垮 還有肩頸的皺紋 透過每天簡單五分鐘的按摩 還有調整呼吸 就可以幫助我們淋巴回流喔 手放在鎖骨下方 小範圍來回的滑動 調整呼吸的話 是雙手平舉90到145度 放鬆胸小肌 收呼吸 兩個一起搭配的話 就可以幫我們打造小臉喔 許多婦女常常會有 頻尿的現象 這叫膀胱過動症 當你每天小便大於8次 或飲料大於3次 就可以這樣定義 那怎麼樣減少膀胱過動呢 第一 我們可以增加隨份的攝取 這樣可以減少泌尿到感染的機會 第二 我們要減少刺激性食物的攝取 譬如辣椒以及咖啡 茶葉等等的攝取 第三 我們可以建議做膀胱的訓練 當你想小便時 我們可以增加5分鐘再上 第二週可以增加到10分鐘再上 這樣慢慢累積3到4個小時 就可以小便了 最後如果這樣子都還不行的話 建議您就意 並以及要不治療 這樣就可以達到 減少頻尿的現象喔